OK,各位网友大家好 那最近这个OpenCore又出了新版了 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是老版 那我现在又给大家单小白鼠了啊 你看我自己的是0.6.7对吧 然后OpenCore的现在可用的最新的版是0.6.8 那今天我们就把它升级一下 那其实之前也录过升级OpenCore的视频 那我争取这一次录的比上次要好一些吧 OK 那第一步 OK 第一步我写了一个ReadyMe 大概升级OpenCore我们需要做了什么事啊 第一步我们要替换这个0.6.7的EFI里面的核心文件 这个核心文件 sorry 我这个太不专业了啊 我这个太不专业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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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特性文件有哪 第一个是boot目录里面的 第二个drivers目录里面的 然后kexts目录里面的 tours目录包括OpenCoreEFI 这几个文件 那这几个一个文件下四个目录 ok 然后我们第二步是干嘛 我要比较0.6.7和0.6.8 这个config.plist 它的差异啊 因为我们不想重新写这个 或者重新修改 或者从一个比较零起点的地方去修改 这个config.plist 太多了 所以我们diff一下这两个文件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是干嘛 按照第二步就是这两个diff的结果 然后我们去修改 我们老的config.plist的文件 相对来说就容易很多 那ok 那我们先去官网去下载一下 那ok 这叫什么 这叫OpenCorePKE 对OpenCorePKE ok 他的官网是OpenCore.PKE 那他已经 哦 出了两礼拜了 非常抱歉 嗯 前几天这个 这个小哥哥去爬 反镜山去了 啊 然后都没有及时的去更新视频 ok 我们先把0.6.8的release下下来 然后再下一个0.6.7 那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把0.6.8跟0.6.7之间比较一下 ok好像这个我们就不太需要了 我们先把它插了啊 嗯 然后我们去download 嗯 哎呦 这里面乱七八糟怎么这么多啊 啊 之前下过0.6.8 为什么是1啊 哦 之前是帮别人去做这个EFI 是吧 是用了最新的桌子啊 ok 好我们先把这两个文件夹解压出来啊 啊 那显然0.6.8是我们要的 对啊 那下一步我们干嘛呢 我们把 open call configurator 打开 这个configurator是干嘛的呢 它其实就一个事情 帮我们mount 这个 帮我们mount一下这个分区啊 呀 那这没有好多接屏 那干嘛呢 那我们把这个EFI分区 我们把它复制出来 复制在哪呢 放大好 放大好 放大面吧 ok 放大面 那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EFI分区 那EFI ok 那这个EFI分区里面 有这么多文件 那刚刚讲的这个Boot底下这个文件要替换掉的 然后Drivers里面这几个要替换掉 那这个注入的这些文件都要替换掉 然后Tools里面的都是要替换掉的 ok 好我们一个个的来 嗯 记住啊 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的 它是 它是我们的 这个要用的啊 那就是我们正在用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窗口是我们现在下载的啊 不要搞错了 那这个是006.8啊 006.7只有一个用处 就是我们要拿它的 嗯 那个那个 config.plist 那个example 跟006.8比较啊 ok 那第一个是 这个 Boot 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Boot 复制过来 嗯 他把我们直接替换 然后 Drivers 啊Drivers 能不能再几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 这个Audio Urban HFS Plus 对吧 然后 Urban Runtime 要的 Urban Canopy 要的 这个是 截屏的 截屏的流着吧 那其实嘛 嗯 看情况完自己相接就解吧 好 好 嗯 全部替换了 OK 那有没有替换成功很简单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更新时间啊 这个更新时间嘛 是最新的嘛 你就替换成功了 然后 TOS TOS 代替的啊 为什么我先去 TOS 呢 原因是 这个 这个比较麻烦的 啊 这个 好 我先把这个提点啊 啊 为什么提换 原因是 这个 它的内核注入文件 这个太麻烦了啊 那 OK 这里还有一个open call EFI 这是它的核心文件啊 如果这个不提 那等一下就惨了啊 好 OK 那我们只剩下 这里面的呢 那这里面怎么简单了呀 一个个的来嘛 我们要查它嘛 我算了 我们先不查它 那这个浏览器又需要了啊 那浏览器怎么需要呢 我们就一个个去Google嘛 不对啊 我们有open call 嗯 open call desktop guide 那里面有链接嘛 我点这个链接 一个个去下不就好了嘛 那 get a file 那不是在这里嘛 就must have 这个好像没变过 2018年了 不要再下了 没什么意义 OK 好 那剩下的 我们要干嘛 一个个的换 先换哪一个? 我做了 再次三个不认识 你做什么 我做真的 boxes 可能 先行 可以 我做的 就是 那一件事 就 我做不了 我做了 我做的 我做的 这个弄好了之后 我们就剩一件什么 config.plist 这么快 之前我们介绍过一个工具 我们介绍一个工具 要么你就用Diff Merge 这个就可以了 后面还装了一个商用的工具 OK,那我们是两个文件进行比较 那两个文件进行比较 我们看看 Changes 7个地方 需要改 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第一个地方 下一个地方 不用改 这个地方有 这是在哪里? OK,我们搜索一下 是吗? 哦,是在这 那就是它 没错,我已经找到了 就是它 这上面加了几个 第一个是 key base base skip 完了 它加了这几个 我也不知道 最新版的 那个到底改了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文档 然后在comment 之前加的 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里 第一个 然后再下一个地方 我的妈呀 这么一大段啊 好,看来这个方法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这是最新版的啊,最新版的也加了一个 等一下我们检查一下 搜索一下 Alo location block 这个,Enable 好,在这个搜索的后面 好,是True 再下一个 用Food 到后面搜索 Jump Cut Hot Clock 然后这个Audio前方 加上了 好,下一个 三代一个 HT Event HT Event Apple分bubble info 好,三代了 我全部改完了 OMG 全部改完了 下下都不能下下了 嗯,那是改完了 OK,那当我这个全部改完了之后,我们要干嘛呢 那我们要去检查一下 在他的官方网站上 针对我们改的那几个地方 他有没有额外的改动 如果他没有额外的改动 那我这个 生机的EFI 就算做完了 保存好了之后 我们要干什么一件事 我们要先把原来的EFI备份一下 原来EFI备份吧 我们可能不能备份在苹果一下 我们应该备份在Windows下 那其实我已经备份过了 那现在我们要干嘛呢 那我们要把我们做的这个EFI 复制到这里去 把覆盖的 那这个是我已经 我没关啊 然后 我们把这个EFI复制过来就好了 他都舍不得覆盖 怎么办 好像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 OK 我们就重启一下电脑 那重启电脑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 叫Clean N微软 这个之前的视频当中 有说过 而且有专门的说过 所以我这里就不讲了 那先重启 OK OK 我已经重启了 现在在OCD的引导界面 那我们选择MacOS进来 我们已经重启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对不对 OK BOOT 好 0.6.8 那已经好了 那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 希望各位看官都可以 升级成功 拜拜